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劝做酬劳 告卖缺县城难总督 当下我笑对树农道 因为开销厨子想出来的话 大约总离不开吃饭的事情了 树农道 虽然是吃饭的事情 却未免吃得龌龊一点 前任的本县姓武 这里的百姓 起他一个魂名叫做五蛊虫 我笑道 本草上的五蛊虫不是粪蛆吗 树农道 因为粪蛆两个字不雅 所以才用了这个别号啊 那位五大令出道任时 便发誓 美事必公必亲 绝不假守疏力加丁 大门以内的事 无论公司都要自己经手 百姓听见了 以为是一个好官 欢喜得了不得 谁知他到任之后 做事十分刻薄 又且一前如命 别的刻薄都不说了 这大门里面的一所茅厕 向来系家丁们包与乡下人逃去的 每月多少也有几闻好处 这位五大令说 是我说过不假守家丁的 还得我老爷自己经手 于是 他把每月这几闻臭钱也囊括了 去叫厨子经手去做 拿来抵了饭钱 这不是个大笑话吗 我道 哪有这等琐碎的人 真是无奇不有了 说话之间 去打听张鼎晨的人回来了 严是打听得张老爷在古籍亭地方租有公寓 我听了便记着 预备明日去拜访 一面正和树农谈天 忽然家人来报说 季支接了电报 我连忙和树农同到亲压房来 问世甚事 原来秦回那江宁翻台 升了安徽府台 未曾交谢之前数天 就把季支请补了江都县 此时不复回来一准了 所以藩树书立 打个电报来通知 于是大家都向季支道喜 过了这天 明日一早 我便出了衙门 去拜张鼎晨 鼎晨见了我 十分欢喜 便留着谈天 问起我别后的事 我便大略告诉了一遍 又想起当日我父亲不在时 十分得他的力 他又曾经拦阻我 给电信与伯父 是我不听他的话 后来闹到如此 我虽然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然而母亲已是大不愿意的了 当日若是听了他的话 何至如此 鼎晨又问起我伯父来 我只得也略说了点 说到自从他到苏州以后 便杳无阴信的话 鼎晨叹了一口气道 我拿一样东西你看 说吧 引我到他书房去坐 他在文具箱里取出一个信封 在信封里面抽出一张条子来递给我 我接过来一看 不觉吃了一惊 原来是我伯父亲笔席给他的一百两银子借票 我还没有开口 顶晨便说道 那年在上海长发站 令伯当着大众说谢我一百两银子的 我为人爽直便没有推脱 他到了晚上 和我说穷得了不得 你令仙翁一下的钱 他又不敢乱用 要和我借这一百银子 你想当时我怎好回复他 只好允了 他便给了我这么一张东西 自别后 他便一封信也不曾有来过 我前年要半夜看 寄给他一封信 要张罗点盘费 他知字也不曾回 我道 便是小职别后 也不曾有信给世伯请安 这两年事情又忙点 还求世伯恕我荒唐 顶晨道 这又当别论 我们是交割清楚了的 彼此没了首尾 便是事忙路远 不写信也极平常 纠葛未清的 如何也好这样呢 此时我要带伯父分辨几句 却是变无可变 只好不作声 而且自己家里人 做下这等对不住人的事 也觉得难为情 想到这里 未免局促不安 顶晨便把别话岔开 谈谈他的官况 又讲讲两怀的盐物 我便说起树农昨天所说 钢盐的话 顶晨道 这是几十年前的话了 自从改了票盐之后 盐厂的举动都大变了 大约当改票盐之时 还有几家盐商吃亏的 慢慢的这个风波定了之后 倒的是倒定了 站住的也站住了 只不过盐商之外 又提拔了多少人发财 那就是盐票之功了 当日曾文正做两江时 要栽培两个妻友 无非是送两张盐票 等他们平票犯盐 这里头发财的不少 此刻有盐票的人 自己不愿做生意 还可以拿着票子 租给人家呢 我道 改了盐票之后 只怕就没有弊病了 顶晨道 天下是有一利即有一弊 哪里有没有弊病的道理 不过我到这里日子前 统共只住了一年半 不曾看得实在罢了 当下又谈了一会儿 便辞了回来 回到衙门口 只见许多叫马 到里面打听 才知道 既知捕食的信 外面都知道了 此时同城各官 与其身士都来道喜 过得几天 南京翻台的赤之道了 既知便打点到南京去丙谢 我此时离家已久 打算一同前去 既知道 我去顶多前后五天 便要回到此地的 你何不等我回来了 再走呢 我便答应了 过了一天 既知便到府里 秉之动身 我无事便访顶尘 或者不出门 便和树农谈天 忽然想起 既知叫我 访查罗戎筒的事 据说是个严商 顶尘现在是个严官 我何不问问顶尘 或者他知道些 也说不定 想罢便到古旗亭去 访着顶尘 寒暄已闭 我问起罗戎筒的事 顶尘道 这件事十分奇怪 外面的人言不一 有许多都说 是他不孝 又有许多说 他母亲不好的 大地家庭不睦是有的 那罗戎筒怎样不孝 只怕不见的 若要知道底细 只有一个人知道 我忙问是谁 顶尘道 大观楼酒馆里的一个厨子 是他家用的多年老仆 今年不知为着什么 辞了出来 便投到大观楼去 他是一定知道的 我道 那厨子姓什么 叫什么呢 顶尘道 这可不知道了 不过前回有人请我吃馆子 说是罗家出来了一个厨子 投到大观楼去 做得好鱼吃 这厨子是在罗家二十多年 专做鱼吃的 和扬州城里的盐商请客 只有他家的鱼吃最出色 后来无论谁家请客 都有记他这厨子的 我不过听了这句话罢了 哪里去问他姓名呢 我道 这就难了 不比馆子里当跑堂的 还可以去上馆子 假以词色 问他底细 这厨子是 虽上他馆子 也看不见的 怎样打听呢 顶尘道 你苦苦地打听他做什么呢 我道 也不是一定要苦苦打听他 不过为得人家都说扬州城里 有个不孝子 顺便问一声罢了 当下又扯些别话 谈了几句 便辞了顶尘回去 和树农商量 有甚法子可以访查得出的 树农道 有了这厨子便容易了 多攒咱继翁请客 叫他传了那厨子来当一次差 我们在旁边假以词色 逐细盘问他 怕问不出来 我道 这却不好 我们这里是衙门 他哪里敢乱说 不是招是非吗 树农道 除此之外 可没有法子了 我道 因为那厨子 我又想起一件事来 他罗家用的仆人一定不少 总有词了出来的 只要打听着一个 便好商量 树农道 这又从何打听起呢 我道 这个只好慢慢来的了 当时便把这件事暂行割下 不多几天 济之回来了 又到本府去秉之 即日备了文书 申报上去 即日作为道任日子 一般书吏牙役都来叩贺 同城文武官和乡绅等 重新又来道喜 几只一一回败谢部 忙了几天 方才停荡 我便打算回南京去走一遭 几只便和我商量道 日子过得实在很快 不久又要过年了 你今番回去 等过了年 便到上江一带去查看 我陆续都调了些自己本族人在各号里 你去查查情形 可以叫他们管事的 就派了他们管事 左右比外人靠得住些 回头便到下江一带去 也是如此 都办好了 大约二月底三月初 可以到这里 我到了那时 预备和你接风 我笑道 一路说来都是正事 忽然说这么一句收烧 倒想唱得好好一出正戏 却借着磕魂下场 格外见精神呢 说得既知也笑了 我因为日内要走 恐怕彼此有声话说 便在牵牙房和既知盘缓 谈谈说说 我问起新任方伯如何 既知摇头道 方伯道没有什么 所用的人未免太难了 到任不到两个月 便闹了一场大笑话 我道 是什么事呢 既知道 总不过为补缺的事 大约做翻台的 照例总有一个守折 开列着各州县姓名 那捐班人员 另有一个轮补的规矩 这件事连我也闹不清楚 大敌每出了一个缺 看应该是哪一个轮道 这个轮道的人 才具如何品性如何 翻台都有个成见的 或者虽然轮道 做翻台的也可以把它纳住 那纳住之故 不是因这个人才具不对 品性不好 便是调剂私人 应酬大帽子了 他拟补的人 便开在守折上面 锁开又不止一个人 总开到两三个 第一个总是应该补的 第二三个是预备都府减换的 然而历来都府减换的甚少 翻台写了这本守折 预备给都府看的 本来办得十分机密 这一回呢 翻台打开了守折 不知怎样 被他帐房里的一位师爷 偷看见了 便出来撞目中 听说是严城的缺 翻台拟定了一个人 被他看见了 便对那人说 此刻严城出了缺 你只销给我三千银子 我包你补了 那个人信了他 对给他三千银子 谁知那翻台不知怎样 忽然把那个人的名字换了 极致挂出牌来 竟不是他 那个人便来和他说话 他暗想 这个目中壮哑了 然而沟荣的缺也快要出了 这个人总是要轮到的 不如且把些说话 搪塞过去再说 便说道 这回本来是你的 因为制台交代 不得不换一个人 几天沟荣出缺 一定是你的了 沟荣和延城都是好缺 所以那个人也答应了 到过了几天 挂出沟荣的牌来 又不是的 那个人又不答应了 他又把一些话搪塞过去 再过了几天 忽然挂出一张牌来 把那个人补了 安东 这可不得了了 那个人跑到官厅上去 大闹起来 说安东这个缺 每年要贴三千的 我为甚份拿三千银子去买 他闹得个了不得 翻台知道了 只得叫那账房师爷 还了他三千银子 并辞了他的管地 方才了事 我道 凡赃丝的银 是与寿同科的 他怎敢闹出来 既知道 所以这才是笑话呀 我道 这个人也可谓胆大极了 唐使翻台是有脾气的 一面碾了帐房 一面降参了他 岂不把功名送掉了 大不了翻台自己 也自行检举起来 失察在先 正办在后 顶多不过一个 乏讽的处分罢了 几只笑道 照你这样火性 还能出来做官吗 这个人闹了一场 还了他银子便算了 还算好的呢 前几年福建出了个笑话 比这个还厉害 竟是总督 敌不过一个县城 你说齐不齐呢 我道 这一定又是一个怪物了 既知道 这件事 我知道此刻 还有点疑心 那福建侯观县 县城的区域 怎么个好法 竟有人拿四千银子买它 我仿佛记得 这县城姓彭 他老子是个提督 那回 侯观县城是应该他伦补的 被人家拿四千银子买了去 他便去上智台衙门 说有要紧公事并见 智台不知是什么事 便见了他 他见了面 不说别的 只诉说 他这个县城捐了多少钱 半夜看 直省又是多少钱 从某年到省 直到如今 后补费又用了多少钱 要智台 赵数还了他 注销了这个县城 不做官了 智台大怒 说他是个疯子 又说 都照你这样 后补得不耐烦 便要还银注销 哪里还成个提筒 他说 还银注销不成提筒 难道买缺倒是个提筒吗 这回侯观县城 应该是卑职伦补的 某人花了四千银子买了去 这又是个什么提筒 智君一想 这回补侯观县城的 却是自己受一番思 然而并未得钱 这句话是哪里来的 不觉又大怒起来 说道 你说的话 可有凭据吗 他说 没有真凭实据 卑职怎敢放肆 智台就叫他拿凭据出来 他道 凭据是可以拿的 但是必要请大帅 发给两名亲兵 方能拿到 智台便传了两名亲兵来 叫他带去 他当着智台 对两名亲兵说 这回我是奉了大帅尾的 我叫你拿什么人 便拿什么人 智台也吩咐 只管听彭县城的指挥去拿人 他带了两个亲兵 只走到麒麟门外 便把一个裁缝拿了 翻身进去回话 说这个便是凭据 智台又大怒起来 说 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人 最安分 哪有这等事 并且一个裁缝 怎么便做得动我的主 他却笑道 大帅何必动怒 只要教委员问他的口供 便知真假 他是大帅心爱的人 成神委员 未必敢难为他 等到问不出凭据时 大帅便把杯子掺了 岂不干净 智台一肚子没好气 只得发交敏县问话 他便意气洋洋地 跑到敏县衙门 力等着对峙 敏县之县 哪里肯就问 他道 唐翁既是不肯问 就请同我 一起去辞差 这件事非同小可 我在这里和智君 拼命拼出来的 稍迟一会儿 便有了传递 要闹不清楚 这件事闹不清楚 我一定丢了功名 我的功名不要紧 只怕惊控起来 那时就是唐翁也有些不便 支县被他逼得没法 只得声作提审 他却站在底下对峙 那财奉一味抵赖 他却嬉皮笑脸的 对着财奉蹲了下来 说道 你不要赖了 某日有人来约你 在某处茶楼吃茶 某日又约你 某处酒楼吃酒 某日你到某人公馆里去 某日某人引你家里来 送给你四千银子的银票 是某家钱庄所出的票 号票是第几号 你拿到庄上去照票 又把票打散了 一千的一张 几百的几张 然后拿到衙门里面去 你好好的说了 免得又要牵累见证 你再不招 我可以叫一个人来 连你们在酒楼上面 坐哪一个坐 吃哪几样菜 说的什么话 都可以一一说出来的呢 那采访没得好赖 只得供了 说所有四千银子 是某人要补后官县城区的使费 小姐得了若干 某姨太太得了若干 某姨太太得了若干 太太房里大丫头得了若干 孙少爷的奶妈得了若干 一一招了 画了贡 闽县之县 便要去禀赴 他说 问明了便不必劳驾 我来带回话吧 说吧 攫取了那张亲贡便走 正是 取来一纸真凭句 准备千言便是非 要知那县城到底闹到什么样子 期待下回再继